各位YouTube Channel 朋友 大家好 這條影片其實就是想鼓勵一下 就來考COREN的學生 去到這裏其實我覺得 就真的不要再想太多了 屈不屈得曬得好 重點其實我經常都說 DSD就是你盡了力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並不是說最後的成績是怎樣 特別你也知道 那些Markers給分是有多準的 你們看那些Apple卷的話 是不是 再加上就是 在這裏我是希望給大家一些信心 很多時候其實 無論是你自己也好 身邊的人評價 很多時候都影響了你的信心 那信心就會影響表現的 剛才我們在唱周杰倫這歌 你知道嗎 他一出道的時候 是沒有人不想和他簽約的 因為每個人都說他相當不好看 只有一個藝人簽了他 那他才會大慶大慶 那KFC買雞的那個阿叔 沒有拿到碎爺 賣一些雞塊的阿叔 他都買了第一千間 之後才有人說 好啦我給你開檔 我買你的雞 然後你想一下 哈利波特的小說的作家 羅琳 他出到幾多本出版社 問人家 人家才肯幫他出書 其實這些都是證實了 就是很多時候 你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 你相信你自己 其實就可以做得到 考試的時候 每一個決定都想清楚才做 不要輕而落決定 但也不要想太久 你能夠拿到那個平衡點 其實你考試就不會出事了 通常出事呢 因為你緊張 很多時候你就 花了太多時間 在一些無謂的決定上 反而有些要想的 其實就漏了 通常做Data Follow 就是這樣出事了 最後呢 都希望送一首歌給大家 雖然正常來說 你應該是睡著睡覺了 但是希望你之後 最終看到那個 就看到你的頻道 都唱一首歌給大家 記得 雖然我說明了 唱歌是不會聽的 但是 遇入遇己 OK OK 不喜歡 我去搶一首歌 不是 不喜歡 你 不喜歡 有些事 那我能從事 都 krit 這我能做 我能做 我能做 那我能做 那我能做 我能做 我能做 復活過期盼 留一口氣狗 再失敗 自動看透 那不今 去外國內營糕 後再太陽擴張 從出了登山 變上了急關 一秒從未想接返 就忘到了 臭人忘到了 還會踏躁這行關 滑破了複衣 掉了救生衣 未曾想過每合年 易國衝進化 得那麼拉 自動慢點 上路去再失敗 祝各位好暗 現在是C路 第一波Core 好 去吧